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在今天的逆轉不抗告 還有USB1500萬門 以及一小時曼德拉引發討論 就是驚爆9月9號 驚爆9月9號 我們首先來講到的柯文哲不抗告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說USB不但是1500 而且還有200 第二個鋸開門一小時 是因為上廁所比較慢 第三個就是蕭旭城 帶馬英九請柯文哲 但是馬上被打臉 因為當時柯文哲說馬英九是瘋子 說馬英九是什麼 徒利說馬英九呢 應該住進陳水扁的監牢 好我先來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陸正義 今天一整個一小時逆轉 柯文哲的律師陸正義 在早上10點鐘到台北看守所 一個小時之後11點離開 但是在11點50分的時候 突然發了這麼一個聲明 而且是三個律師據聞的聲明 說柯文哲不抗告了 那三個律師聯合聲明 第一個 律師他先說我律師想告 我是委託人嘛 認為積壓很多地方是違誤的 應該抗告得以尋求救濟 第二個就說柯文哲不想為難法官 那他說柯文哲停前已經表明 不願讓法院有所為難 所以讓檢察官在兩個月之內 窮盡一切的調查義務 本人也會盡力的配合調查 很奇怪的是柯文哲之前不是才痛罵 檢方搜走SB嗎 USB現在又要檢方說 你好好調查 兩個月好好調查 這是很奇怪嘛 然後今天再確認 再確認說你確定不抗告嗎 那尊重對方不再抗告 然後我們來看到民眾黨的回應 民眾黨的回應感覺有點熄火 民眾黨下午1點40分的聲明說 針對司法失去信心了 柯文哲配合調查了 請司法單位秉持無望無蹤 終於無望無蹤講出來了 昨天都沒講 我覺得任何單位 你再挺一個人都要說無望無蹤嘛 有問題就查 沒問題不要亂查 就是這樣嘛 那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柯文哲不抗告了 有三個內幕 第一個按照網例 抗告很難成功 駁回更難看 第二個營造被害者形象 換二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可以交保 第三個就是民調反小草上街 非常炙熱 所以他看到說 民意的反彈很大 那證據又連環暴 所以他想要滅火 那講到連環暴 我就跟大家講這個USB 對不對 小小的USB問題很大 我先講之前爆出來的1500 1500沒得凹了 因為這個是Excel記載 2022年11月1號 小省1500審慶金 那因為2022年10月18號 台北市政府核發了 金華城建築的執照 所以就說呢 你這個等於10月18號核准 你11月1號就記了 這個1500就是1500萬嘛 那有人就嗷說是下午3點啊 1500是下午3點 可是我們查了一下 11月1號 柯文哲沒有行程 後來我們又查 他是接受了電視台的專訪 我請問你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他怎麼去見審慶金 這就被打臉了 第二個名嘴康仁俊說 有光頭200 那他說做夢夢到的 那網友就瘋傳說 是不是潤泰集團的總裁 尹衍良 尹衍良這邊康仁俊否認說 他的得到資料並不是他